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今天我们科技最前线 带大家来到一间国际非常知名的IP设计公司 ON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专访到ON的应用工程总监David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ON 最近有哪些新的技术进展 以及最近的科技论坛 到底要跟大家介绍哪些题目 David跟各位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曲博科技教室 能不能先跟大家谈谈 ON到底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 那么有哪些相关的产品 基本上ON是一个IP公司 那我们比较专注在运算相关的IP 包含CPU GPU 我们的IP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应用装置上面 从小到感测器啊 一路到大家每天使用的手机 到云端的伺服器啊 甚至现在的高速运算的电脑 我们也是世界上目前最普遍的运算的一个平台 我们预估啊 世界上70%的人口都有使用ON的技术在里面的装置 我给各位几个数字参考 我们ON是1990年成立的 从1990年成立至今呢 已经有超过2300亿个ON Base晶片出货在市场上 那单从去年2021年来看呢 搭载ON技术出货的chip呢 超过了291颗 所以呢刚刚David的介绍啊 大家就知道我们身边啊 所有的电子产品呢 都有用到ON Base的晶片 台湾呢非常多的客户啊 都是跟ON来授权IP使用 那么听说啊ON今年啊 又要开始举办科技论坛 每年啊ON的科技论坛 都是台湾半导体业非常重要的活动 先跟观众朋友谈一谈呢 这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是什么时候 这次我们举办两场Tech Symposium 一场在台北 一场在新竹 那在台北厂的部分呢 我们是11月2号 在台北的万豪酒店进行 新竹厂的部分呢 是11月3号 在新竹的国宾饭店进行 那今年的活动有哪些主题啊 我们涵盖的范围 包含现今科技的最热门的几个话题 包含这个物联网的部分 车用电子的部分 基础工程设施的运算部分 还有消费性电子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 也特别安排了一些section 主要针对开发者 还有新创公司做一些分享 几乎是所有热门的题目 其实都有涵盖到 没有错 我们日常生活用的这些电子产品 那这一次的活动啊 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今年我们在技术论坛做了一个创新 就是从传统我们单向的 做这个演讲的分享呢 我们今年安排了 所谓的fire site chat 那在台北跟新竹各一场 那在台北是由我们 台湾的总裁 曾志光先生 与我们的生态系统伙伴 像带电脑 信化科技 以及远传电信 他们会去探讨未来的运算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 这几年经历了疫情 经历了地缘政治 经历了俄乌战争 整个科技产业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未来的运算 这些资深的主管们呢 将分享 从不同角度去切入 去分享未来运算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那在新竹厂的部分呢 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 车用电子的资深总监 Simon Dunn 以及Carry的George Gruber 做对未来的汽车的远景呢 做一个探讨跟分享 我们刚刚谈到了 很多晶片相关的应用 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谈谈 车用电子 刚刚您提到Carry的这间公司 它实际上呢 是福士集团的百分之百 持有股份的子公司 那未来的车子当然 自动驾驶 还有这一些电子系统 会越来越重要 能不能跟大家先谈谈 这一次在车用电子方面 有哪一些主要的题目 要跟大家分享 车用电子是我们预测 未来会变化 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从传统的内燃机的汽车 到所谓EVCar 从现在辅助驾驶 到未来的全自动驾驶 我想这里面 蕴含了非常多的技术在里面 在今年的技术论坛里面 车用电子的部分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分享一下 我们奥 对于2023年车用电子的一些 solution 那另外我想车用电子有个重点 就是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未来车子它的软体会很复杂 它的功能也会很复杂 怎么样去把复杂的软体开发呢 尽量简化 我想奥我们几年前提了一个Sophie 那基本上它是cloud negative 的一个软体的 framework 所以在今年的论坛之中呢 我们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Sophie在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同时在Hentrogenic Compute的Solution 我们会做一个分享 刚刚谈到软体定义汽车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这我想是未来的趋势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手机 其实呢会常常更新软体 我相信将来的车子 应该也是会常常 透过云端更新软体 没有错 那么除了刚刚车用的部分之外 那么物联网应该也是 未来非常重要 尤其在5G的时代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 针对物联网又有哪些内容 在物联网的部分 大家都认为物联网是一个趋势 但是物联网这边碰到的挑战 基本上就是少量多量的问题 当一间公司它去开发物联网的产品 怎么样在最快的时间 能够有ROI 我想这个一直是 ON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这一次的技术论坛里面呢 我们会针对怎么去加速IoT的部署 然后怎么样去降低IoT开发的复杂度 以及缩短IoT开发的时间 这是我们今年论坛的重点 题目包含了所谓的Project Cassini Project Centauri 以及我们ON的Costone 跟Virtual Hardware的Solution 内容非常丰富 那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做深入的了解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物联网的装置非常的多啦 那你们希望协助客户的就是能够尽快的上市 从开始设计到产品量产 卖出去时间越短越好 没有错 那物联网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云端伺服器 那我知道ON过去也一直想要打入这一块市场 那也取得非常好的成果 那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呢 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关于云端伺服器相关的技术 上面用的CPU 那还有传统的企业伺服器用的CPU 以及5G RAM Open RAM 这边基础设施用的一些处理器 另外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这是HPC上面用的解决方案 那我想我刚提到这些不同的应用呢 在今年的技术论坛 也都会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探导 是 讲到这个云端啊 其实过去这一块市场 大家都是用Intel或AMD类似的处理器 但是呢未来有一个趋势就是 每一间云端的公司 包含像Google、Amazon 他们都想要开自己的专用晶片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对ON这种授权IP的公司 非常合适的发展 所以这一块的内容 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 最后一个就要谈一谈Consumer 就是消费性电子的装置 我想大家每天带在身边的手机 一定呢里面几乎都是ON的处理器 那再来就是电脑 最近啊这个苹果呢 也开始开自己的晶片 也是用ON的处理器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会跟大家分享 终端装置的部分有哪些内容 我想终端装置呢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者体验 所以怎么样让使用者能有更快速更好的体验 我想我们在技术论坛里面 会介绍几个我们ON 近年来推出的解决方案 包含在GPU的部分 我们会提到Emotalis G715 那我想Emotalis G715呢 会给手游上面的这个使用者呢 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新的GPU 新的GPU 最新的GPU 那它有支援像硬体的光线追踪的技术 那另外一样针对使用者体验提升的部分 我们提供晶片设计有一个创新 叫Total Compute Solution TCS22 那它是一个从工作负载的角度 做系统层级的优化 而不是单一做IP层级的优化 这部分技术论坛也会介绍给有兴趣的朋友 那最后刚刚曲播有提到电脑的部分 蛮兴奋的在Windows 11 有Support ARM64的EC 这个是让开发者在Build 我们讲WA就是Windows ARM 的APP Application的时候呢 可以incremental的去用Native的code run在ARM的平台上面 那我想用Native Code呢 可以让ARM的电脑performance更好 我想这个ARM64一席呢 会办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今年的技术论坛 我们也会针对ARM64一席呢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最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网路安全的问题 刚刚谈到了很多装置 其实这几年 网路安全变得很重要 就是因为常常听到 有駭客攻击的事件 那我知道ARM在这一块 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那么能不能也跟大家谈一谈 这一次的活动 是不是也会谈到一些 跟网路安全相关的题目 安全性在未来5G物联网时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ARM在安全性的 这个技术的开发 也一直有不断的创新 从早期所谓的Trust Zone 一路到安全性相关的 一些CryptoSales IP的开发 一直到我们定义了 安全性的一些认证 我们叫Prayphone Security Architecture 就是PSA的认证 那很多伙伴的装置 为了去诉求它的安全性 都参考我们这个PSA的设计 并且通过PSA的认证 我想这个在Project Cassini 跟Project Centauri里面的 section 应该也都会提到 所以这次的活动 除了由ARM来主讲之外 是不是也有邀请一些 你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参与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这次TekTalk的部分呢 邀请了蛮多像ARM生态系的伙伴 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趋势 那其中包括像Cadence Synopsis 这些有名的EDA的厂商 设计工具的公司 对那他会分享在ON的平台上 怎么样做所谓的模拟跟验证 我们也有邀请到像STMicro 做这个MCU的公司 他会分享一下STM在Smart Device一些布局 另外的话刚刚曲波提到安全性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我们 在安全性这边的相关的一家公司 叫Pub Security 他会跟我们介绍 他们在安全性的IP解决方案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半导体人才的培育也非常重要 我们特别也邀请到半导体研究中心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台湾在半导体培育人才的一些计划 并且谈到一些培育人才的成果 内容相当多元相当丰富 老话一句 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加 以前每一年这个ON的活动 我都一定会去参加 主要就是在这种研讨会 其实可以学到非常扎实的功夫 而且是业界现在最新的东西 是的 所以我在这边诚挚邀请大家 参加我们今年2022年ON在台湾的技术论坛 11月2号在台北的万豪酒店 11月3号在新竹的国宾饭店举行 请大家播控参加 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 对我相信这样的活动 大家一定可以收获满满 学习到非常多最新的半导体知识 大家看影片的右下角有一个QR Code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QR Code来报名 好今天我们科技最前线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David接受我们的专访 关于这一次的ON2022科技论坛 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或是关于ON公司相关的产品有任何问题 也都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来跟大家回复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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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